听到我的声音吗? 现在听到了,Christy 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的销售大师Christy 真的,遇到爱多美 真的是遇到好运 那在一年前,当我先生讲解爱多美的时候 我听不清,因为我真的是太忙了 忙到眼睛也忙了 那现在呢 我不允许自己再这样子的忙下去了 接触了爱多美之后呢 我发觉到,我真的找回健康 因为呢 我女儿啊,因为她有 来院士的时候,就会肚子疼 也被肚子疼困扰了将近两年 那后来呢 我在爱多美的成功学院 一日研讨会 听到了Himui 我就很快的呢 把Himui拿给她吃 可是呢,给她吃的时候呢 她因为女孩嘛 她觉得苦不是很爱吃 刚开始吃呢,她是吃一口 然后喝一口水 吃一口再喝一口水 而现在呢,她真的是爱上了 很多美的Himui 每个晚上呢,都被自己拿来吃 吃了两个星期后呢 有一天她告诉我说 妈咪,我昨天月事来了 但是,我的肚子痛很健 这个是我女儿找到健康的 最好的一个礼物 真的,说真的 遇到爱多美呢,真的是好运来了 然后来呢,慢慢的呢 一直到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上课 就听了很多很多很好的见证 当爱多美 把这个红声带进来的时候呢 我也不怎么的去看啊 因为到时候已经被Himui 被Himui吸引住了 就天天指指指Himui 那个Hongsamdana也没有真正去管她 只不过说呢 好几次跟我们的领袖 一起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很有爱心的领袖 她就是Anita 老师泡Hongsamdana给我们喝 一片开会一片喝 她也感觉到Hongsamdana的味道真的很好 就突然想起谁呢 想起了我一个吃素的朋友 我叫她平姐 有60岁 那有一天呢 她生日来了 我觉得说我要送礼物给她 最佳的时期到了 可是我知道她是不收我们礼物的 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Hongsamdana呢 一盒里面有两瓶 每一瓶都有30支 我就在她的面前 打开Hongsamdana的瓶子 拿出一瓶 然后告诉平姐说 平姐祝你生日快乐 我知道你是不会收我的礼物的 不过呢 这个我一定要送给你 一人一半感情不会善 她听我这么说 真的是不好意思接受了 那你看之前呢 我跟她分享Himui Him的时候呢 她也没有什么 可以说好喝啊不好喝的之类的 可是Hongsamdana就不一样了 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 她说 欸 Vistia 那天你给我的那个生日礼物啊 是 什么价钱 我说它是一盒118 或者怎么拉平姐 她说真的很好 因为呢我是很忙碌的 整天跑来跑去 那这个Hongsamdana我是放在车上的 所以是一上车呢 我一打开 就拿开一支 然后撕开 就直接吃了 也没有喝水 然后喝了之后呢 她觉得精神非常的好 她说你这个东西啊 真的很好 顿时呢我觉得呢 我觉得呢真的 遇到爱多美真的好运来了 我把好产品分享出去 正所谓真情就是好文章 也无形中看到我女儿找到健康 我的好朋友找回健康 这个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这个喜乐呢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耶